最后一个菜 上桌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饭 还是挺有食欲的 这个鱼看了也好吃 这个也好吃 今天终于买菜了 现在回去做饭了 你刚刚回来吗 肉米都弄破了 你小心一点 上一次都是这样是不是 所以弄什么东西要注意一点 不要毛手毛手的 今天买了一点鸡蛋 买了一点菜 买了点蒜苗 买了一点葱 买了把空心菜 买了一点南瓜 买了点香蕉 系上围裙准备做饭了 看我早上泡了一条鱼 咸鱼 今天晚上炒空心菜 然后做一个 独烧鱼 煎个鸡翅 鸡翅 这鸡翅还有六个吧 还是呢 昨天那个做包子的鸡翅 鸡翅给你烤了吃 好 我刚刚准备把它鸡翅煎了 然后一爽 烤得一样好了鸡翅 直接烤得好 煎了还得费油呢 有七个鸡翅 还以为是八个鸡翅 我今天买空心菜的时候居然没看价格 这一点点竟然五块七 我以为两三块钱 我实在是不知道吃啥 然后也不知道买什么菜 我就随便买的 就看了绿叶子的菜 这种嫩嫩的我就想买 然后今天要烧那个鱼 所以就买了点蒜苗买点葱 这个后面也要摘这个 你这个也摘不掉 你看在放着 你放到它等一下我用刀来修 走吧 我就把它黄叶子摘了就行 今天这个空心菜不好 东西都是烂的 他们空心菜五块多的 这起码摘了一块一块多的出来 就是吃不了的 老的跟那些烂的 然后这些是愣的 你们吃空心菜是喜欢吃叶子 还是吃梗子吗 我觉得叶子好吃 每次我就是那个老的梗子给它掐掉 其他的跟叶子掺在一起超吃 给你们看我做的臭豆腐 这是真臭了 而且臭的不能吃了 已经坏了 所以这次又失败了 我就好像没做成功过臭豆腐 先来把菜提一下 哇 足了 这次是真的又没有燃气了 看一下是不是没燃气了 一点都没有了 今天晚上估计没热水洗澡了 我上一次我以为是没有燃气了 然后是没有电池的 我就没有葱 刚把烤箱预热了10分钟 再烤一下 用的是烧烤模式200度 烤个15分钟 切点蒜苗葱 然后再切一点生姜 这个是用来煮这个鱼的 要把这个鱼也切一下 我要把它切成小块来炒它 先倒一点油 煎那个鱼 把这个大鱼放到锅里之后 就可以把葱姜末放进来 然后给它翻炒翻炒 给它炸一炸 煎一煎 这是我之前做的那个蒜蓉 剁椒 来一些 剁椒酱也给它炸一炸炒香一下 放一点料酒 放点酱油 放点青葱 放点蔥 然后给它们炒一炒 所有的调料放进来之后 给它翻炒一下 炒出酱香味 然后加一些水 给它炖煮一会儿 鸡翅马上烤好了 把鱼煮熟了 留一点汤汁 最后出锅之前 把蒜苗跟葱花撒进来 然后给它翻拌均匀 这个菜就做好了 然后汤汁不要受得太干了 那个汤汁挂一点在鱼上面 很好吃的 我儿子把饭都盛好了 然后再来炒空心菜 还是一样 要放多多的蒜 这是我炒青菜的习惯 然后把它枪炒一下 最后再来一点蒜 调味就放一点盐 然后放了一点点白糖 防止它氧化变黑 这样子可以保持它 一直是翠绿的 炒好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一个菜上桌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碗饭 还是挺有食欲的 这个鱼看着也好吃 这个也好吃 这个是我的菜 这个 你不吃呗 不过你也可以吃 就是有点辣 辣 嗯 这种刺不会像那种 就比较辣的是不是 把你吃了 吃了 换一点 这个刺 这个没弄了 那个有皮的给我 皮上面粘了多少脚 今天把我饿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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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做饭做得挺坏的 在学校里的时候就饿了 你们今天 你们今天吃了什么呀 嗯 粉蒸肉 嗯 那么好 还有粉蒸肉啊 当然粉蒸肉一点也不好吃 怎么了 嚼起来没味道就是 嚼起来没味道就是 我还第一次听你们说 学校里面还有粉蒸肉 哎 这个鱼 是咸鱼 比较咸的鱼 我泡了一天 泡了一天 嗯 那也太咸了吧 是的 是的 还是咸 我没有放盐 但是我这里面 放了那个 生抽 然后那个豆椒酱是咸的 没变硬真是太好了 泡软了 哎呀我今天把鱼弄得有点太大了 这么快一块 甜 我刚刚做的时候 那个倒不快 我都晚了 每天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放松 所以要好好吃饭 开开心心的吃饭 我感觉 我感觉是每天睡觉的时候最舒服 那我也觉得是 觉得吃饭是第二舒服的事 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对 是吧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就把人生拧摸的这么透彻 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你之前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是 最好吃好 对第三件事 玩 不对 第三件事 每天的作业很少 第四件事就是玩了 那方面你还是爱学习的 我感觉我今天是最放松的一天 你前两天也跟我说过这句话 反正我感觉今天最放松 说明你今天也开心 对 对 妈你也吃个鸡串 嗯 我现在曾经在吃鱼的快乐 这个鱼太好吃了 有这一个菜我就够我吃了 这里面的汤这里面的那个佐料都能扒一碗饭 香的不得了 还是要吃点酥 嗯 那当然 这鸡翅是冰箱里面最后一点吗 因为我昨天包包子的时候我给他拿出来全部花工的 虽然我们吃青菜挺废的 这一盘都不够我吃的 只是我想了今天就这一个素菜 算了我还是多吃点鱼 因为鱼太辣了 所以让你多吃点素菜 你买的时候感觉他把红菱菜 应该可以炒一大盘 然后摘掉那些坏的杆子 就是一点点 我本来想买一大盘的 然后感觉一大盘会不会太多 就选那个小一点了 结果还这么贵 这个时候的菜应该都会 红菱菜 才上市的 这里面的蒜末 拌饭也好吃的 熟的蒜 我今天看前面 有个人跟我说 你炒开就知道放蒜 吃了也不怕嘴巴受不了 他真的 我也笑了 简直就是太 我觉得蒜挺好吃的 熟蒜吃的不会嘴巴受不了 只会觉得香 再吃一小块这个鱼 可以 你今天晚上这个米真的特别好 有没觉得 就吃完了 一口一口 OK 哦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